来 什么事 你舅妈是过来 帮我收拾东西的 这打热天了 到你这儿来喝口水 但是我忘记你密码了 密码多少啊 不方便 小区后面有个甜品店 可以吹空调 吃东西 你舅妈还特意给你带了些 鲍鱼干啊 海参啊什么的 准备给你包个汤 就喝口水就走 营销不在家 它是不是不方便呢 没有 不是 那不用了 我看见尖尖回来了 就这样啊 林医生 这儿预的患者到了 对不起 我家里有急事 麻烦安排给其他医生帮忙 对不起 沈妮阿姨 回来了 这是林萧的舅妈 舅妈好 你好 这就是她邻居家那女儿 住楼上楼下那个 我知道 我知道 李尖尖是吧 以前那整天听到这个名字 今天总算见到真人了 原来是这么漂亮可爱的一个小姑娘 那个我想进去坐一会儿 但是林萧忘记密码了 你能打开吗 要不你们先去我家坐坐 不用了 我这儿子家在这儿啊 干嘛去打扰你啊 好 这是可以用指纹的 好 你请进吧 那你忙你的去吧 我 我给你们弄点水果吧 这男孩子住的房子 这男孩子住的房子 收拾得还蛮干净的 阿姨 别忙活了 帮我把空调遥控器找着吧 这屋里快闷死人了 对不起 对不起 赖我赖我 麻烦你了 不麻烦 你就说在对面呢 对 我哥 林萧哥和我小哥住在这边 我跟我好朋友在对面合租 我说呢 你对这屋子这么熟悉 这住得近就互相照顾着呗 对 互相照顾 陈妮阿姨 你搬过来以后 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就尽管跟我说 别客气 没什么麻烦你的 不麻烦 吃个西瓜吧 我不喜欢吃西瓜 你有什么事就先去忙去吧 不用管我们了 那您想吃什么我去给您买 真不用了 你不知道我们家林萧啊 以前被和平总送到邻居家去 吃吃喝喝的 就知道每个月给邻居家钱 结果在谁家就像着谁 都快变成他们家人了 这李尖尖家算是赚大方 是 所以以后 林萧哥您就放心交给我 我一定会对他好的 你和林萧在一块儿了呀 我们在谈恋爱 这林萧才回来多久啊 你们俩是不是早就一滴恋了 没有没有没有 是他回来以后 我们才在一起的 我小时候就很喜欢他 其实林萧他也很喜欢你呀 我记得以前放暑假 他去我们家看他外婆 顶多住一晚上就非要走 整天李尖尖尝李尖尖 短的挂在嘴边 有什么好吃的呀 都非要给你带回去 姐 静静啊 有什么事你就先去忙吧 好好好 那您有什么事就尽管叫我 好 你这是干吗呀 没什么呀 不想给人添麻烦呗 杜尬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他们才回家 在家待着 别过来 你怎么回来了 你我好几年没见过你舅妈了吧 还是四年前 你们去新加坡玩的时候见的 是吧 对对对 你对今天说什么了 我说你对今天说什么了 我没对她说什么呀 她跟你说什么了 她什么也没说 我有眼睛会看 林肖 你不能对你妈这个态度 有什么话好好说吗 你想怎么对我 对程子 你想怎么知道都可以 因为你是我们的妈 但对尖尖不行 一句话也不行 我忘了 哥哥哥哥 我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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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尖尖 你对林肖说什么了 你为什么对 你真是神仙 现在说清楚 我怎么你呢 没有 陈苹一梅子吗 我是以及他的人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但是求你了 你别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 你颠倒是非了 难道你会喜欢她吗 好 茶给你倒了 谁会给你钱 人家在家里哭 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吧 雨昕 你妈妈脾气就是这样的 她说话虽然难听 但心里什么都没有啊 她的心里什么样子我不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 她随便 你心里想什么我清楚 我知道你恨我 我知道我做什么都不对 你恨不得让我离你远远呢 我怎么没见你 对你妹妹出头过呢 你单凡是对李坚坚这点心思 用一半在你妹妹身上 你妹妹也不至于这么叛逆 这么不听话 都是我的错 行了吧 你没错 都是我错 你讨厌你妈有什么错呀 你把心思都用在你爸爸身上 甚至用在邻居身上 他们疼我 你为什么不疼我 我都会不疼我 舅妈 对不起你 那样现在 你看到我们吵架了 谢谢你来帮忙 没什么 这都是应该的 你就别和你妈吃气了 真的对不起你 林肖 对不起 真的不是因为你妈 我不喜欢你和她碰面 以后你见到她 有多远都多远 我觉得她以后会更讨厌我 我本来还想好好表现 毕竟我是完备了 你醒了晚辈曾经谈 首先得做得像个长辈吧 我们不能这样 她是你妈妈呀 别难过了啊 人在气头上 谁说话能好听啊 我知道 但是我这一次真的是想来弥补的 我知道了 我以前做错了很多事 在她小的时候 在她最需要我的时候 我没有陪在她身边 所以我才想多陪陪她 多帮帮她 多照顾照顾她 多和她在一起 但是我没想到 怎么就那么难呢 这当妈的心思啊 都是一样的 但是你对儿子的女朋友 再不喜欢 在面子上也得过得去是不是 她们俩现在刚在一起 正是感情好的时候 我明白 但是我对这个女孩 我就是喜欢不起来 也难怪你不喜欢她 这李尖尖呢 她的确不行 她不花心思讨你喜欢也就算了 还告状 让林湘回来和你 他们俩将来要是结了婚了 你这儿子 真算是白痒了 你这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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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怎么大白天突然回家了 你之前那个师兄 去你工作室的时候 看了你的设计稿啊 他当时听说我开工作室了 就过来看看 我当时速写本就放在工位上了 他就随手拿起来一看 谁能想到是这个呀 你说它是根据照片设计的 什么照片 就是那会儿 高中的时候 在操场上 月亮给我们拍的 他妈给他买的相机 这个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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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一二三 他后来不是把照片洗了给我们了吗 那照片呢 我那会儿跟同学玩时光胶囊 放胶囊里了 你没那儿了 当时是一片空地 现在 没指望了 我上大学的时候 笔记本被偷了 电子版也没了 当时他洗出来 有给你跟小哥一人一张 你的照片呢 我的不知道放哪儿了 我们去找子修吧 他保存东西 保存了自信 现在 带你去喝杯咖啡 省得闷在家里 哭嗓那里 走 一杯奇果冰沙 一杯拿铁 一份水果沙拉 我们的三明治套餐里面 是有水果沙拉的 你要不要直接来 一份三明治套餐 好 一份三明治套餐 一共九十二元 现金还是微信 微信 您直接扫码就行 微信找马 子修哥 一杯奇果冰沙 一杯拿铁 好 姐姐 一份三明治套 嗯 好嘞 欢迎光临 你们怎么来了 你今天不上班吗 我跟同事换班了 看你做得不错啊 像不像样的 像个大人嘛 服务员还不多这样 好 高兴你就笑一笑 我扮什么酷啊 喝什么 你会做什么 榨果汁 行 那你就亲手 榨两杯橙汁吧 你没跟你挺像啊 我妹跟我不像跟你像啊 小曹 我家里来人了 帮我做咖啡 好嘞 坐 我刚去国外的时候 在赵豪庚家住过几个月 当时走得比较充满 很多东西都没拿 也不知道还扔没扔 好 好 好 紫秀哥 你打个电话问一下不就行了 你让人先去工作吧 你像哪个再找找 你那个相册是不是之前 搬过来的时候 东西太多了 压哪箱子底下 真找不到了 不好意思 我再插一句嘴 我哥别的东西我不清楚 但他的相册我知道 秦明 三年前被我妈剪掉了 全部发疯剪掉了 要不是我觉得不对劲 把他的证件都藏起来 应该也全部都已经被剪掉了 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你就不要再提了 我要是你我就全部都说出来 让他们做好一点心理准备 否则妈发起疯来 他们没见过 一点抵抗力都没有 我哥不认识说 我来说 我哥好不容易大学快毕业了 那时候我妈身体挺好的 不过就打算回来 这一块比较好 别光吃肉呀 多吃点蔬菜 看你胖的脸都圆了 能吃是福啊妈 福什么福 等你后悔那一天 就不是福了 你往后一点的头发 都进碗里了 你单位考虑得怎么样了 实习那个地方我打听过了 挺好的 薪资待遇什么都挺好 我还没决定 你得尽快了 那些同学都去哪儿了 妈 你有没有考虑过回国生活 当然不考虑 什么叫回国生活 我从小就生活在新加坡 我的朋友也都在这边 是不是妈 就是啊 我在新加坡也快二十年了 习惯了 这要是回去 也许还不适应呢 再说了 就我这身体 折腾不起啊 你赶紧把工作定下来吧 别东想西想的了 妈 你现在生活也可以自理了 新加坡的设施也好 小成年长大不用操心 所以我想 我也回国找工作 反正现在交通也发达 去哪儿都方便 李可明给你打电话了吧 不是 我现在确实是 确实是挺难的 我也不想拖累你 我虽然能走了 能出门了 但是还得需要轮椅 这要是摔了的话 小成子这样子 她也扶不起来我 再说如果小成子生病了的话 我都没办法送她去医院啊 你说这药那个时候 我该怎么办啊 我问过医生啊 你不用担心 她医生她能管到哪儿去啊 她又没瘫痪 她知道我一个瘫痪的人 有多难呀 她还站着说话不腰疼了 不用担心 再说林和平她干吗呀 她又没老 她又不是不能走了 她问我讲什么呀 妈 你别记得我 这不是跟你商量吗 没什么好商量的 你要是问我 我只是不同意 哥 你不会真的要回你爸那儿吧 我本来就打算毕业之后就回家 你不能留我一个人在这儿 我不知道怎么照顾妈的 妈的脾气 你刚也看到了 我求求你了 哥 能不能不要走啊 哥 妈 你怎么进来不敲门啊 你看照片呢 什么照片啊 没什么 我也看看呗 我要睡觉了 你进我房间接的小门 好 好 那你早点睡吧 也别张着年轻总熬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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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程子 我那双运动鞋你给我刷了吗 我给你扔了 都破成那样了 回头我给你买新的 你到底在干什么 你不是要回去了吗 每天都能见到他们 有人这些照片也没什么用的 你能不这样吗 那你要我怎么样 他们一定在背后 说了我不少坏话吧 每天都在骂我的人 我还要留着他们的照片 供着忙 我得有多大度啊 对不起 我做不到 你该走走你的 你不用管我 我也不想给你们添麻烦 我也不想当你们的累赘 我就应该跟 小程子的爸一起走 别再这样了 妈 你不用管我 我死了不就一了百了了吗 不就不给你们添麻烦了吗 你走吧 你走啊 你走啊 我知道了 我不走 我把工作停下来 你干什么去 赵歇 我还把我哥哥 你好 我马上回来 哥 你别去了 哥 那个别人送我的礼物 我必须借回来 我知道 鞋子我偷偷借回来了 就在我书包里 就在我书包里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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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呜呜 呜呜呜 藏长头 色黏 坐这儿干嘛呢 没干嘛 他们都走了吗 走了 关心人的时候态度也很重呀 关心人的时候态度也很重呀 你知道有一句俗话叫 刀子嘴都不心吗 意思就是嘴巴上坏 但是内心却很柔软 但是大部分时候呢 光是嘴巴坏 就已经足够上人了 那又怎么样 反正他们也讨厌我 谁讨厌你啊 你哥 还是你见见见 他们都讨厌我 也是 你做事风格确实挺讨厌的 不是因为这个 我哥刚毕业的时候要回来 是我求他不要回来的 我害怕一个人跟着我妈 从那以后 我哥基本上就没怎么笑过 也不说话 精神还不好 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明知道我哥照顾我没有多辛苦 我哥有多想回来 我 其实你害怕也很正常 毕竟你还是个小孩嘛 我当时都十四岁了 我每天都在想着 我一定不要想我妈 可我做的事情 跟他有什么区别 区别就是 十四岁还是人形挂劲的年纪 但是五十岁不是 人形挂劲 你想想看 你十四岁的时候 又没有什么生活能力 可不就是个人形挂劲吗 是 也是啊 所以说啊 十四岁的你 那种程度的撒家 完全可以被原谅 而且你自己不也说吗 你哥不回来 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你 所以你怎么能说你哥不疼你 可是李健健那么讨厌我 我哥一回来 他怕还有你们全家 都在被我说我们坏话 我哥的心 完全都被你们多了 等了等了等了 这些话你都听谁说的 你妈 你都已经十七岁了 你就不会自己思考吗 可是我思考之后 也觉得是这样的 小时候 我对李健健 反正李健健就是很讨厌我 小时候 你说的该不会是 你摔破脑袋 学撒谎说是李健健 推你那件事吧 都这么多年了 你还在纠结这事啊 什么叫纠结啊 你当你健健健是个小孩嘛 这么记仇 都这么多年了 他早就忘了 你之所以觉得他讨厌你 其实是因为 你觉得对不起他 你应该直接跟他道歉 不然你这么冷言冷语的 谁知道你内心在想些什么呀 我才不呢 他心里还不笑死我 你看 你嘴上说的是 你不要像你妈爷 但是其实你的思考方式 却很像 因为你总满人往坏处想 给你十分钟 好好调整状态 回来工作 快点来到成年人的世界吧 好 我哥请他舅妈吃饭去了 我小哥一大早就不见人了 给我们买了麦当劳 好 没睡好啊 没睡好 怎么少买一份啊 你忘了橙子在我们家呀 我很早就跟你说过了 月亮昨天是回家住的 怎么肥死了 您痴呆啊 姐 我看见一个特别好的话剧剧本 你想去演戏了 你怎么知道 你肯定会回去演戏的 博物馆你怎么可能待得住啊 只是我没想到 你这么沉不住气 装备有一个朋友 是话剧导演 有一个角色 让我去实习 去啊 要是可以的话就是演 要是不行的话 你就回去接着工作呗 你支持我 你要是我演不好 你不想还我 我当然支持你了 这是你的梦想啊 要是别人说我抄袭 说我不配做木雕 你怎么想 放他的千年臭屁 你怎么可能抄袭啊 那木头在你手里边 就跟橡皮泥一样 你这只小手 天生就是应该握着木头的 我也觉得 你天生就该做演员 我现在就去打电话请假 我去约试戏 他自我昨天就备好了 加油 陈子吃饭了 一会儿你不是还要打工吗 别磨蹭了 你能不能进来一下 我看你工作台上的那副耳机 里面电线都露出来了 长期用软机对听力不好 我昨天下班后 给你买了个桌面衣箱 谢谢你这段时间 让我住你房间 我今天跟我妈搬家后 就回去住了 其实我不太喜欢粉红色 你怎么可能不喜欢粉红色 你来自都喜欢粉红色 别人送你东西 哪有当面说不喜欢的 好好好 粉红色音箱也挺适合我气质的 你的一番心意 谢了 你回去呢 别老跟你妈对着干 赌气一百年她还是你妈 你们还得见面的 不是 你又没妈人怎么知道 我没吃过猪肉 我还没见过猪跑啊 你看你唐灿姐 你月亮姐 哪个不是活生生的例子 这都是你的前车之鉴 知道吗 他们都怎么了 回头慢慢跟你说 总之呢 你回去以后要是有什么事 就跟你哥说 跟我说也行 我跟你说干吗 你还能帮我跟我妈吵架 我不能帮你跟你妈吵架 但是我能帮你妈治你 吃饭 等一下 说 你还记着呢 你还记着呢 你做梦刚醒吧你 我还能跟你这种小屁孩记仇 吃饭 你还记着呢 你还记着呢 你做梦刚醒吧你 我还能跟你这种小屁孩记仇 吃饭 同学 我还能帮你 唐灿姐 姐 我妈今天搬家 就在后面那栋 八号楼 我今天就回去住了 这么近 挺好的 你以后就不用再藏遥控了 我没藏 我就是习惯把遥控器乱放 我没藏啊 就没藏 来了 你不到别人家住去了吗 你拖什么地呀 找个阿姨拖不就行了吗 给我 给我给我 秀妈呢 人自己家没事啊 那你给我打电话 我回来收拾啊 你不是不要我这个妈了吗 神经 妈是能说不要就不要的吗 而且我发现啊 我跟你是真的像 你是我闺女 你不像我 像谁啊 喝水 是 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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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云云在的话 估计也会像我的 什么 这水劲 你这几天都干吗去了 我呀去紫秋阁的咖啡店打工了 你去她那儿干吗呀 以后不准去 为什么不能去啊 你看不出来人家讨厌咱们呀 你哥过生日的时候 那贺子秋都没来 现在又让你去打工 怎么想的呀 是安得什么心啊 妈 子秋哥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你能不能不要总是把人 往坏处想啊 每个人每天都有很多 自己的事情要做 哪有那么多时间来讨厌我们 被迫害王小镇 干吗 痛 你被人灌了迷魂汤了你啊 背叛你妈 我这哪是背叛 我这说的都是实话 什么实话 你就是被人洗了脑了 你哥也被人洗了脑了 你说我是你们的妈妈 我能害你们吗 怎么就不能听一句劝呢 还是你们都烦我了 嫌弃我了 不愿意听我说话了 又来了又来了 等等等等 我不跟你说了 反正说什么都没有用 什么叫没用 就是不想听我说话 我听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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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爸和哥们阿姨的事情 等回大家说吧 我一会儿还有预约的病人 晚上请正川吃饭 那是应该的 那你们好好玩 晚上我妈叫我去温锅 放心吧 不会吵架的 我先不聊了 我同事不来了 我那会儿再见 拜拜 谈恋爱有那么好吗 单身太久的我 已经快枯萎了 我也想要个男人 宋医生不是在追你吗 他比我大三岁 我喜欢年纪小的 不逗你了 你今天能正常下班吗 我要等你到几点 你等我干什么 你妈邀请我 去你家吃搬家饭啊 她没跟你说吗 一会儿吃完饭 咱们再煮点这个 玫瑰花馅的桃圆吧 好吧 是那个思念花仙子吧 挺好吃的 然后再买点水果吧 好像也没什么水果了 到门口水果店随便看看 我给哥发个信息 让他们想吃什么 自己买一店回来 那多不好呀 好像我们没准备一样的 妈 搬家温锅 你不请李健健他们来 反而把哥的女同事 叫到家里来 你想干吗呀 我请你哥女同事来不行啊 其实我觉得李健健 也没那么讨厌了 他人挺好的 而且他真的对哥挺不错的 对了 你买个西瓜吧 你哥喜欢吃西瓜 其他水果你自己看着买 妈 你这样哥不高兴 你们又得吵架 你也希望哥过得开心吧 再买点饮料 你不是喜欢喝可乐吗 给自己买点可乐啊 让哥按照自己的医院生活吧 妈 你别再逼他了 行不行啊 你有完没完了 你能不能去买 你不买我去买 我现在就要去 一会儿就回来 快去快回啊 你快去买了 不得游厉 你看我们来 要呢 这个声音 我没看到一个 我去买了 你帮我去买的 我我打不着 我别人打不着 你瞎你 我们打不着 我打不着 你打不着 我打不着 我打不着 那你们先去吧 我去便利店买点东西 拜拜 拜拜 来了来了 哥 你好 橙子 还记得我吗 我是你哥同事 记得 房医生 快进来吧 再进来 再进来 阿姨好 不知道你喜欢什么花 随便买的 百合好 寓意好 那我给您放这儿了 好好好 别换鞋了 你进来吧 路上堵车吧 估计这个点不好走 来 坐坐坐 这菜都凉了 也不知道喜欢吃什么 都是些家常菜 我们平时上班啊 都吃外卖 就想吃家常菜 那太好了 好吧 那多吃点 这个你吃过吗 本来是想做饭后甜点的 结果小橙子 非要现在就给你尝尝 玫瑰花馅的汤圆 吃过吗 这个我知道 是思念的玫瑰花汤圆 藕粉做的皮 馅里有真的玫瑰花 煮出来还有玫瑰花香 还很好吃 我也买了好多 我放在冰箱里 这么巧啊 那快吃吧 谢谢阿姨 不客气 没有请其他人吗 就请我一个人 这 她的同事 我就跟你比较熟 聊得比较好嘛 来 来 快吃吧 那李健健也不来吗 她晚上约了朋友吃饭 她晚上约了朋友吃饭 别愣着了 快吃吧 那阿姨 我先借用一下洗手间 在那边 那边那个门 好好好 你干吗呀 一回来就跟我摆个脸 我就是跟她聊得挺好的 挺喜欢她的 所以就请她来家里 吃顿饭而已 你不用给我解释 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但你做什么都跟我 没有关系 反正我做什么 你都不会喜欢 因为你的心 都在别人家了 随便你这么想 只要你别再动 这些无聊的外星 所以我有女朋友 可是我不喜欢她 我没有强迫你喜欢 我试过了 我真的喜欢不起来 谁都行 换谁都可以 我就是接受不了她 你也可以不接受 我讨厌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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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她 她在家的 我讨厌她 你想想想想 好 我讨厌我 如果是 she's written 她也很奇怪 怎么了 没什么 他临时有点事 快快快坐 快坐 不好意思啊 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来来来 尝一尝 来 喝茶 阿姨 您别忙了 我都喝不下了 今天怪不好意思的 这灵香也是 两句话啊 我说得不开心 扭头就走 让你心里不舒服了吧 没有 男孩子就不像女孩子 长大了就没那么贴心哦 阿姨 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多了 如果我说错了 您别生气 怎么了 没事 我不生气 你说 阿姨 我觉得你挺喜欢我的 当然啦 你长得又好看 性格又好 谁不喜欢啊 谢谢阿姨 我拿灵霄是当个弟弟看待的 而且 我挺羡慕她和李健健感情的 俩人轻微竹马 一起长大 隔了这么多年又走到一起 还这么坚定 不是天赐良缘吗 来 喝茶 一会儿都凉了 阿姨 你在新加坡可能不太清楚 他们小时候的情况 他们真的特别好 互相陪伴长大 我们谁看了都羡慕死了 他们小时候的事 你是怎么知道的 是李健健之前写了一篇树洞 被人搬运到了微博上 还上了热搜的 我们医院里的同事都传越过了 我发给您看 好 您看看吧 好 有时间看看 阿姨 谢谢今天的招待 我就不多打扰了 我先回去了 再坐一会儿呗 不用了 阿姨回见 那我送送你 不用了 阿姨 那小橙子送送你吧 没事 不用了 阿姨再见 好 回来了 回来了 晚上吃了什么呀 火锅 吃火锅还挺方便的 为什么要请冯希希去啊 冯希希 我刚刚下班在小区楼下 看见林霄带着冯希希回来了 林霄的妈妈要请搬家饭 到底要请几个人啊 干吗要请女同事啊 什么搬家饭啊 我是晚上请了郑书然 还有学姐吃火锅 所以你婆婆请吃搬家饭 请你老公的女同事都不亲你 你去多不找人待见啊 我老公待见我就行 哎呀 我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呀 你说现在谁家父母不希望孩子 找个知根知底的对象 你老公还是在你家长大的 他怎么就这么 你是不是小时候特别讨厌呀 可能吧 那时候林霄带他们搬家 我给他们送过一筐山核桃 山核桃怎么了 他不喜欢吃核桃啊 我知道这事 林霄以前有个妹妹 比她小几岁 她每次出去打牌 就把孩子反锁在家里 那小妹妹吃核桃噎着了 门又反锁了 林霄又出不去 最后这孩子没了 还有这事呢 我还真第一次听说 不过 她因为一筐核桃 讨厌李建建到现在 她没病吧 我觉得 不是因为这筐核桃 是因为李建建你知道她所有的黑历史 包括李爸 包括所有的邻居都知道是因为她出去玩 才让女儿意外身亡的 已落婚之后又不要儿子了 事隔多年出了事 又只能让儿子照顾 她看见李建建 可能有一种被拔光的感觉 我猜的 照你这么说 在她的角度上 林霄找谁都比赵李建建强 你现在怎么打算的呀 不 不怎么打算 没什么打算呀 传到桥头自然指 不究竟 不究竟啊 你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我是觉得爸 两个人感情好 没有什么矛盾过不去的 对 你敢话他 敢话不了你就继续敢话 真是好招 好 喝酒啊一定多吃菜多吃肉 要不然上胃 我这个当爸的呀 真没用 你的事不跟我说 我是心里真着急 你跟我说了呢 我又帮不上忙 我真不如你李爸 你看 他又会做饭 你又会讲道理 还特好 我跟你们聊天 我该当爸的 爸 你什么都不能做 你在我面前 更有踏实 好 好 在新加坡的时候 我妈做得更过分 很多时候 都想给你打电话 让你带我回去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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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我 你那时候也没法去看 让你收回去啦 我知道 我知道你工作特殊 来不了 不过我不怪你 妈 我好久没梦到云云了 云云是不是已经原谅我了 我欠我妈的那些 是不是都还清了 子湘 你怎么来了 我路过想着你应该没带伞 我没事我本来准备递我去打车的 下辆车也要连你的 我想要麻烦你了 不麻烦 那么快走吧 嗯 如果大雨落下 就让我成为海洋 把雨穿在 她们 一切都是很高贵 她是照耀 周遭一切的 微笑的 哎呀 好字 写得好呀 没有任何强能阻挡 这太阳 如果 大雨 落下 那我 成为海洋 披上 你给 打过 再一次 飞翔 我 大雨 成子 干吗 你哥跟你联系了吗 你这么在意他就对他好点啊 夏天的时候 楼上搬来了一位新邻居 父母经常吵架 邻居哥哥总坐在楼梯间看漫画 我和我爸就把他叫回家吃饭 没过多久 邻居哥哥的爸妈离婚了 妈妈不要他 他跟着爸爸过 你还吃 你还有心情吃啊 让我吃 让我吃 什么时候见我 给我 程婷 就剩这么一张合影了 给孩子留个念一下行不行 你该怎么给你 该怎么给你 你神经病你大孩子 我是神经病 该没合同也可是我 这能不能不说这个了 别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给你每一杯吃合同 那我能不提合同 能不能 我说错了吗 我说错了吗 倒是是他 是他害死的 别说这事了 行不行 是他害死的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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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不要灵箱了 那你不要的话就给我啦 那你不要的话就给我啦 我这样全一个哥哥 给你吧 太好了 我有哥哥了 有美的云场 我都说了 不知道 你不是要回去了吗 你不是要回去了吗 每天都能见到他 那怎么这样吧 你走了我就可以死了 你走啊 行吧 我别这样 你妈 别让我走 都是我的错 行了吧 你没错 都是我的错 你讨厌你妈有什么错啊 你把心思都用在你爸爸身上 甚至用在邻居身上 他们疼我 你为什么不疼我 哦 几杯 现在你 走到哪儿 一起 走吧 喂 陈婷 我 儿子不方便接你电话 他 没事吧 我儿子不方便接你电话 我儿子不方便接你电话 他 我就是想和他说几句话 你能不能不逼他了 你看看你把儿子都逼成什么样了 他照顾你这么多年 你就那么人心 那么折磨他呀 我求你了 对他好点 就算你行行好行哪 我来说你这么多年了 我来说你去哪里 我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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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哥 放点儿牛奶 我也会舒服的心 昨天晚上泡了好大的雨 是不是 可是 我一直都没有领帐 要有人接我 谁也就顺路 舒服点了吗 你们这不好奇是谁接着我啊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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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妈接的你 昨天下雨了 你妈怕你被领 然后就去接你 还把你送到了家门口才走的 那你一地都没有领到 一大早就刺激我 你平时早就怪我 不问着 不说 我今天跟他们分手喜悦 多好 你还真会挑十号 就挑我们新塞的手 可以 哎呀 这儿 跳什么 跳什么不错 怎么了 橙子 快进来 快进来 哥 妈不见了 这是套牛家的遗书 你妈什么时候走的 你知道吗 我昨天晚上睡觉前 她还在肯定看电视 我一带到前来 她就不见了 怎么办 我去找她 你去哪儿找的 抱脚了吗 别哭了 别哭了 你照顾橙子 我去找哥 我去抱脚了 我去抱脚了 绿香 我的儿子 对不起 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 也许我的存在 就是对你最大的伤害 我用自私和脆弱的爱 绑架着你 却无视你的感受 其实这些年 你为我付出那么多 你那么痛苦 我心里并非不清楚 只是我真的太无助了 我失去过自己的女儿 而一场车祸 又让我失去了更多 我的妈妈 我的爱人 我的健康 我太害怕继续失去 尤其害怕失去你 我真的很后悔 当初没有把你一起带走 即便我濒临崩溃 自顾不暇 我也应该握紧你的手 一起面对 我恨自己太脆弱 却不知道怎么做 才是对的 我想用余生来弥补 却越做越错 我现在才知道 不应该用所谓的爱 来绑架你的一致 命运把我捆绑在轮椅上的时候 我却把你捆绑在我身边 我知道你很痛苦 常常失眠 但我却刺弃其人 我错了 我太自私了 我反对你和李健健在一起 其实是因为我害怕回到过去 我想迎接新的生活 可看到他和你在一起 就好像在提醒我曾经遗弃过你 曾经伤害过你 我不配得到你的爱 是的 我不配做你的妈妈 我的爱太自私了 我现在明白了 你从来不属于我 你应该按照你的心思 去活着 妈妈这次真诚地希望 你能够得到幸福 而妈妈也该放过自己了 我要走了 好好照顾橙子 妈妈爱你 请你们原谅我 然后忘了我 专门 前来的 有时候 觉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不亮就去海边钓鱼 就在救了你 小生都吓坏了 熟了你一天 被我赶回去睡觉了 他看了你写的信 觉得很自责 说平时对你态度不好 所以你写的一书里 都不提他 如果觉得做错了 只有活着才能够弥补 如果死了 就一切都停止了 那些错落的事 坏事 痛苦的记忆 就永远在那里了 不会再变好 还能变好吗 我记得我小时候 被人长结疮 特别痛 你说 等能溜出来 伤口就会变好 我们都会变好 我们都会变好 你看 今天的天气多好 想起第一次 握你的手 你紧握 像我是 你所有 一个千千变大了 另一个变小了 岁月让我们在 出发的 来了 林叔叔 怎么样 收拾好了没有 收拾好了 我来帮你们拿东西 妈 你快点 林叔叔都到了 来了 你再看看 还落什么东西没有 没落 那我先往下搬东西 好的 怎么了 这 交给我 谢谢林叔叔 别客气 那我先下去了 好好好 不好意思啊 还让你来送我们一趟 这什么可麻烦呢 再检查一下 看辣什么东西没有 没什么了 走吧 走走走 来 我一直想找个机会 跟你道个歉 怎么了 那天你给林霞打电话 不是我接的吗 我这话说得有点不好听 所以才能给想不开 不是你的问题 我都说了 是我自己的问题 还有 云云出生以后 你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 我和整天出警部再见 那个时候我哪知道什么 创生后应急障碍症啊 还以为你过了那段时间就好了 其实好多事也都怪我 对不起啊 这么不开心的事还是别提了 我都给忘了 忘了好 忘了好 以后就要常住新加坡了 小程子喜欢点我也习惯了 所以林霞就要你多费心了 我费心我应该的 我是他爸啊 对啊 来了 回去以后别光知道玩天哪 妈妈推脚不易走 你多慌上他点 做做饭 做做家务什么的 还有就是好好学习 争取考个好大学 兄弟阿姨 我跟小哥给您备了一些夏敏特产 放后备箱了 到时候您回去可以给朋友 好 谢谢你 不客气 应该的 也谢谢你啊 这段时间小程子 多亏了你照顾 没事 小程子你也知道了啊 生活那么不容易 不需要好好读书 那我们走吧 好好读书 别光知道我 等过年啊 我跟年级今天不开意 嗯 知道了 去吧 好 紫秋哥 谢谢你 我会想你的 好 行 那又跟我回来玩 糟了 嘿 臭丫头 尖尖 这一次 真的要把灵香交给你了 你们要互相好好照顾 哦 您放心 我保证让她幸福 阿姨 平安 人送走了 现在你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化妆和挑衣服 那我咱们出发 对啊 我得赶紧去找糖餐化妆 不然来不及了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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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郑菊林正 嗯 你这太突然了 那我得赶紧开始准备红包呀 必须得准备啊 你要有钱你就封个大的 你要是没钱 那就借钱封个大的 你财迷啊 我可是花了我好多钱 我请了所有我认识的人 明天都去看你的话剧手眼内 够不够意思 你快别说了 我现在就开始紧张了 你说我要是演得不好怎么办 我要是被毕诀给顶掉怎么办呀 观众要是虚我怎么办呀 我带亲友团虚回去 爱妮宝贝 什么喜 谁啊 谁啊 金阿姨 杭菜 金阿姨来了 小金 你们都在家呢 来 我帮你 陈 来来来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月亮呢 她出去了 她今天不是不用去海里吗 她出去买东西去了 阿姨给你做了好多好吃的 这次绝对没有沙茶酱啊 阿姨记住了 糖餐过敏是吧 这次给你们做了 花生年 这个你们爱吃吗 谢谢阿姨 这个我爱吃 客气 瞧瞧你们这个家乱的 我一会儿给你们好好收拾一下吧 也不知道你们三个怎么能架得出去 我帮你 不用不用 忙你们的啊 这下不用担心了吧 我金阿姨 还是那个嫌弃我们的金阿姨 没错 我一定会感到她 今天去要趋开 我们去看小朋友 那我们来找个人 你帮你帮我 你帮我 你帮你帮我 你帮你帮我 我帮我 你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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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帮我 爸 你快点 你再默契明镇局都要下班了 别催 马上 赫梅阿姨给爸买了套西装 爸现在可爱美了 你今天也可美了 你也可帅了 想要想一个 我帮你这个还行吗 我帮你这个还行吗 你也可以 跟着梅阿姨眼光可以啊 你这穿成这样我是特别扭 别什么扭啊 衣服很好看 当然了 人更帅 姨妈 你今天真的很帅 你可以啊爸 还不然闪婚 你们谈了有一个月吗 那怎么能叫闪婚呢 二十年前就签过妻子 行了 快走吧 快走吧 你的货口本和声证 我已经装包里了 好 他们离明镇局近咱们得赶紧了 领完证了他去拍全家库啊 正好 我再喷点发烧 爸 你已经很帅了 我的天 早 最后的小洞 你的店要转让 对 虽然 现在店已经开始盈利了 但是我是 甜品师嘛 还是想做甜品 等到现在这个店转让之后 我到时候想再 进去开一下甜品店 到时候我想让陆洪海 去帮我选电池 行吗 当然行了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 会有一天 我送我自己的妈去结婚 我爸绝对会对你好的 你也要对我爸好 你以后都会是好日子 祝你没幸福 两位啊 离太远了 楼上 都结婚了 你看看 你看看 楼就算了 楼 什么算 你男的 你主动一点 快点 楼上 搂着 搂 对 靠一起 手搭上啊 看镜头 你近点 看镜头 差点事啊 这怎么办 妈 你真漂亮 别听别听 别放过头 摆过去 我脸太甜了 喂 爸 我们在二楼摄影棚 你直接上来就行 对 对 对 不做好 这路上太堵了 来 晚了 恭喜恭喜啊 恭喜 你可来了 他这 来来就等你拍全家伙了 不是 你们俩结婚 我跟这拍什么合影啊 你看你这还金时尚了 你 你都穿成这样了 你这么快照片 再说了 这以后小杰跟凌霄结婚 咱就更是一家人了 那是啊 来来来 合影 合影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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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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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球 好 来 来 走啊 来 坐在 坐在家里这边啊 还准备不上拍了啊 还准备 来 一 二 三 看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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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